如果你想花15万元去买一台比较个性化的SUV车型 那今天这台新车你一定要好好看一看 说实话如果我把这台车的logo盖上 你能猜到它是一个什么品牌的车型吗 甚至当我把logo给你们看的时候 可能也会有朋友不认识 因为这台车是别克采用了最新的三色度logo的一个首款车型 昂扬 而且是一个GS版的车型 其实对于别克这样的一个百年历史的品牌 其实每次在换标的时候都是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的 可能意味着技术的迭代 或者说品牌定位的变化 乃至整个设计方面的更新 那作为首款车型 在昂扬身上我们也能看到 如今它换了新logo之后 那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具有前瞻性的设计 放到了这台车上 包括说我们去看到这台车的时候 它真的和现阶段的别克其他的车型 真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非常的个性和年轻化 那之前其实在整个通用集团里面 别克和雪佛兰这两个品牌 是相对来说定位比较差异化的两个品牌 那雪佛兰是主打这种运动和年轻化 那别克通常都是比较商务和尊贵的感觉 但如今在这台昂扬上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也开始去争夺这种 个性及运动化的市场了 那具体我们看到一些细节化的设计 首先它的整个前脸的部分 甚至是有一点新能源化车型的感觉 上部分是采用这种封闭式的设计 然后下面是这种网状式的结构 同时采用了一个分皮式的大灯 上面是这种非常狭长的日行灯 辨识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整个侧面就是这种很溜倍化的感觉 那看起来和这种常规化紧透机的SUV 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包括说整个尾部也是非常漂亮的 比较巧的是 今天我们来这个四代线 可能环境有点嘈杂 然后是这个金泰的一个旗下的店 那它除了说代理别克 其实还有一个雪铁龙 然后在我对面就是停了一辆雪铁龙凡尔赛 你会发现这两台车停在一起的时候 从某个角度上看 还是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虽然说两台车绝对是没有渊源的 但也能够去从侧面印证一点 就是这台昂阳GS作为一个紧透机台SUV 作为一个美系的品牌 它确实已经是设计上非常的个性 能够和法系车有这种一道高下的感觉了 在动力系统方面 这台昂阳的GS采用的是一台 最大功率135千瓦的1.5T发动机 配合的是钢链结构的CVT编锅箱 这台动力系统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别克车型上也是有所见到 也是一个同样比较定位年轻级运动化的VLAN PRO GS 包括说其实这两台车在底盘及悬挂的结构上 也是比较相似 都是采用了前麦克逊 后面是戴有瓦特连杆的纽粮昂悬挂 VLAN PRO GS我是有试驾过的 整体的一个动力感受 包括底盘的操控感 放在同级别来讲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这台昂阳GS的驾驶感受 我个人也是比较期待的 应该是能够去符合它这种 个性及运动化的外观整体的一个调性 做到这台昂阳的车辆内部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前面这两块 10.25英寸的双联屏 视觉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它的车机系统也是采用了 别克最新迭代的e-connect的一个系统 实际使用起来 其实它的整个UI设计相比起 此前的版本真的是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目前是采用了这种卡片化的形式 而且长按之后 还可以把不同的功能 按照自己的一个使用习惯去布局 日常使用起来还是非常便利的 同时在功能性方面 像是导航 娱乐 语音助手 互联的一些功能 它都能够支持 苹果的用户会比较方便 这台车是支持了一个无线的卡配功能 此外这台车 因为它是一个这种略微溜倍化的感觉 所以说其实它往后窗去看的时候 视线不是那么的好 因此这台车还非常贴心 配备了一个流媒体的后视性 以解决这个视野的问题 此外我们能见到的一些配置 像是自动的空调 前排的座椅加热 包括电子手杀 奥特厚的 还有定速巡航 前防碰撞预警 自动鱼杀 重大灯 这些都是有给配备的 我觉得整个内饰 配置方面还有这种科技感 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美容不足 就是基于这种个性化的感觉 和车外并没有一个很协特的感觉 整个内饰还是偏向于沉闷 因为通体都是这种黑色的配色 然后在材质上 也并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处理 如果说用上一些比较跳脱的设计和颜色 可能和车外这种个性化的设计 会更加匹配一些 接下来我们来到这台车的后排 看一眼它的具体空间表现 我的身高1.8米 比较高 前面调整好我的驾驶位之后 可以看到我坐在后排 腿部空间还OK 有一拳左右的空间 因为毕竟这台车 它的轴距是达到了2700毫米 但是由于这种溜背化的造型 其实头部就没有太多的余量了 虽然说它有一个操控设计 但我的头发其实已经扫到头顶了 所以说像我这种身高的朋友可能坐在后排 会略显压抑一些 但好处则是在于 其实它的后排地板是一个纯屏式的设计 这点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满载乘客情况下 中间乘客还会相对舒适一些 此外像是空调的出风口 两个USB的接口它都是有的 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不太好 就是它后门开起的角度确实是比较的小 这一点对于可能腿脚不太方便 家里的老人来说 上下车可能会麻烦一些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在此前别克的SUV阵营里面 其实车型已经是比较丰富了 产品下来拉的还是比较足的 从入门的昂克拉到整个旗舰级的昂克旗 其实各个级别 各个价位都是有所选择的 但在竞争我觉得最为激烈的紧凑级SUV上 之前可能只有一款昂克拉GX 它的性价比确实是很高 不过在动力系统方面 只提供了一个三缸的版本 这一次昂阳GS的推出 我觉得它相比起昂克拉GS的定位和感觉 我觉得会略高了半档 同时它的整体的感觉会明显偏向于个性化 区别于昂克拉GX偏向于家用的感觉 这台车目前的一个预售价是10万元这个价位 如果说它还能够去延续别克车型 一直以来这种优惠幅度比较大的优势 我觉得这台车确实不失为是一个个性 且具有很高性价比的车型